失算了,失算了,不过,这大人想了也白想,人凭他想破脑袋也绝对想不到,这天底下还有我这样的系统bug存在 夏小姐 您别客气,名女夏安如,您叫我名字就可以了,名女也不是什么小姐 那就,谢谢您的好意了,找人把这些都搬走 啊,这几千斤的白菜,都搬走 没听明白吗 属下明白 齐三抱拳,赶忙去安排人手来拉白菜,而崔大人则跟着姐弟俩,重又回到了那院子里 见崔大人回来了,负责查三个箱子的蒋证,在崔大人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 在哪儿,给我看看 跟在后头的夏安如,只看到那蒋证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金属的管子和一块小牌子 在下有事要询问这几个人,请诸位移步到室内吃饭 很快,赶路一家亲,全数进了门内,立刻有人去把屋子的门关上,然后站在门口 哎呀,咱们是不是碰上什么事了 哎呀,是啊,不是反杀打劫的了吗 你好好说话,爹是不是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吗 哎呀,没事儿爹,您吃您的,不该咱们听的,不听就行了 啊,是不是啊,余大夫 呀,大料还扔在外头呢 呃,没事儿,军差知道,他那时真晕,只要啥都没听到,就不要紧 那嚎叫,夹带着求饶声,在小院里循环播放,听得人简直胆战心惊 没事儿,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有事儿的 啊,对,如果那崔大人真是个坏人,也不会跟着安阳来抓人了 嗯,对对对,我听崔大人护卫说,这预言也不是他们分内事儿,我猜想啊,那些人应该是结 闭嘴吧你,是还堵不上你的嘴,猜什么猜,吃饭 娘,姐姐说话您怎么 你姐姐只说人好话,你却猜不该猜的,行了,吃饭 骗心眼 过了差不多再有十来分钟,屋子的大门被打开了 崔大人站在门口,看着捂着耳朵的众人 今天麻烦诸位了,这几个人我带走了,已经查问清楚,他们没有别的同伙,若是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夜 以后如果有人问起你们这事儿,就让他们来找我,在下宿州北陆军,崔承允,告辞 说完,他便转身离开,等到人都被押送走了,几人才出了院子 大辽啊,你醒了吗 吓坏我了,太吓人了,军差审问,这简直太吓人了 大辽啊,你醒了呀,没事吧,行了行了,别哭了啊,你看你这,都哭吐了 不是我胆子小,真是那官兵太可怕了,跟阎王似的,上来啥也不问,咔咔就把人手脚给声声揣断了,拿起鞭子就是抽啊 那你听到人问啥了吗 哪里敢听啊,不过隐约听到,好像说火冲,亲兵啥的 咱们平头百姓,不用打听那些,既然那崔大人说那些人没啥同伙了,咱们今天就暂且在这待一晚吧,休息休息,明日再继续赶路吧 姐弟俩胡乱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找野菜,快到主路的时候,夏安如一个闪身,弄出了两筐白菜 这玩意儿,两筐大概才能卖个二三十文,我这搬进搬出,耕天重地,还得费老鼻子进,真是太吭人了 姐,你得这么想,万一咱们家走投无路了,起码还有你那一亩地不是吗,也不会饿死,也不会渴死 其实我觉得,这空间还挺好的,你别老冤他 我耕地,你睡觉,我搬菜,你休息,我浇水,你扭你的老年迪斯科,扭得可高兴了,你当然不嫌弃了 什么叫老年迪斯科,我那是魔鬼的步伐,你不懂 姐弟俩互相吐槽着,就到了主路边上,远远还瞧见搬了白菜准备要走的那个叫齐三的护卫 谁呀那是,白菜精 卖白菜喽,一文钱两颗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上好的白菜 哎姐,你那空间里不是藏着吃的吗,弄点糕点出来,我饿了,赶紧的,现在没人我给你挡着点 夏安如嘟嘟囔囔说着,这又不是给你当零食的,人家那是战略储备,不过人还是进了空间,这不进还好 一进,真是吓了一跳,空间咋的又缩了呢 难道白菜不能送人,夏安如大急,赶忙出了空间 也来不及跟弟弟解释什么,只说了句,让她等着,把腿便往前头追 军爷,军爷,怎么了,咱们白菜够了呀,不用再给了 不是,我没要给白菜 那就好,那是什么事啊 您得付钱 什么,钱,这白菜不是你送给我们的吗 如果是要买的,他们才不要呢,这么多白菜还不够累赘的 是的,军爷,您得给我钱,主要也是我怕咱们好心办坏事 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才想到这一场,咱们送白菜给诸位,也是为了感谢军爷们对咱们大容百姓的付出 但是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如果让有心之人知道了 再拿着几千斤白菜做文章,说军爷们收受贿赂呢 所以我思来想去,为了军爷们好,您还是得付钱 到时候万一再被有心之人做了文章,也能说是军爷买的白菜 有那么多人能作证呢,咱有理 那你要多少钱啊 都行,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一两 行啊,您说多少就多少 军呼呼的齐三,真的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子,扔给了夏安儒 接过银子的夏安儒,赶忙倒了谢,然后一溜烟跑了 然后,她在路边看到个芦苇丛 闪身进空间后,发现少掉的半亩田又回来了 这才输了一口气 哎呀,吓死我了,那军人骑着高头大马瞪着你了,可老吓人了 看出来了,家乡话都出来了 而那头更加莫名其妙的齐三,在跟崔大人会合的时候,顺便就提了一下这事 问你要了一两银子 是,也不是说要一两,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怕我们备餐收受贿赂,收受白菜的贿赂 是,之前北蛮打的不是你死就是我忙的时候,大人也没这么疑惑过呀 这会儿,崔大人看着不像非常生气,却是非常困惑 满脸疑问的表情,让齐三很是不安 齐三,你去把刚才运白菜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要问,另外那些白菜让人全部劈开来 得了崔大人的令,押送犯人的冰钗,劈了白菜,劈的刀都快拿不住了 好在,没劈出什么花来 一两银子的白菜,行了,这些白菜都发放给流民吧 还有,往后我不想再见到任何跟白菜有关的东西 老姚家是一夜都没休息好,所以次时一早,姚蓉便劝大家晚点出发 夏安如看着冬挂天,冬挂地,眼泪刷刷往下掉 有病,有大病,有种长西瓜呀,长什么冬瓜呀,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又过了三日,一群人总算是踏上了通往都城的最后一段关道 一会儿,咱们还是见机行事 这是都城,比起南方来,那规矩肯定会多上不少 咱们等会儿,多多多看看,之后再决定,手里的东西怎么出手 嗯,知道,多看多听,少说话 听到你姐说的了吗 呀,我很静呢,好吗 哎,后面呢,赶紧跟上,进不进城了啊 不进就立刻离开 哎呀,差爷,咱们是打从南边来的 你们进城干嘛呀 回差爷的话,咱们是进城去才买些两米 这北去还得不少路呢 这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生病了 哎呀,不是不是,昨晚他没睡好,这会儿睡熟了 睡熟了 喂,醒醒 廖大勇毫无反应 哎呀,这位官差,他本来身体也不是很好 这几日赶路可能累了,便睡得有些沉 哼,你们不能进啊 这人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病,万一要是会传人呢 哎呀,不是,他没病,他只是 哎呀,滚吧,别逼我感人啊 哎呀,差爷,咱们打发商量吧 要不就派几个代表,进城买点米面粮食 其余的人在城外等着 您看这行吧,你们都是一起的,那人有病 谁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 不行,滚蛋 贵人 被喊住了的齐三,走在靠近姚家队伍的位置 啊,白菜 那崔大人看到了夏安儒他们,还是一副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样子,就继续牵马上前 齐三更是觉得自己失言了,跟着崔大人往城门走去 不过,让他有些意料之外的是,前头跟看门牙柴交涉的夏兆风没过一会儿,居然被放行了 进得城内,夏安儒才知道,原来是前头崔大人和齐三进城的时候,不知给那牙柴看了什么东西,说了句什么话,夏兆风便被通知可以进城了 有点来头啊,这两位,看着大概是啥探子之类的吧,不然也不会好好的骤甲不穿,却打扮成商人 可夏兆风却不想在这里讨论军差,他只问女儿,准备先卖首饰,还是先卖冬瓜 先卖瓜吧,这瓜不卖会烂,首饰不会 根据以往的经验,夏兆风再次在菜场里找到一个值得他多看一眼的人 不过,大城市里的人嘛,总归是防范之心会重一些 听说夏兆风要卖两百多个冬瓜,那人直接赶人,说再不走就去报官 还跟周围摊贩说,这俩货,明显就是骗子 我一没要你钱,二没要你菜,你说我要骗你什么 我每天盘冬瓜盘得那么辛苦,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说我想用冬瓜行骗呢 苍天哪大帝,竟里何在啊 哎,孩子,行了行了,既然这位不想要三文钱一个的冬瓜 那咱们也不用勉强,走吧 大不了路上卖一文钱一个嘛,有啥了不起 父女俩正想走呢,却有人叫住了他们 哎,三文钱一个冬瓜,是真是假 虽然是真的,不过我不想卖了,再见 好在那来问价的人,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有点欺而不舍的 这买卖,最后还是以五文钱一个冬瓜的价格谈拢了 双方说好了交货的地方,就选在城中一处巷子口 哎,特地找那么个没人的地方做买卖,东西还卖得这么便宜,肯定有鬼 别怪我没提醒你 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果真有两百个瓜 哪怕一个赚十文二十文,一年的贪租啊,也便有了 行了大哥,我先收摊了啊,走了 拿出最后一批冬瓜的时候,孩子都吐了 哎呀,安如啊,你好好练练菊铁 以后大有可为啊 大有可为什么东西啊 我倒是想将来扛煤气罐,可这有煤气罐吗 嘘,买家来了 夏安如朝前头一看,果然,巷子口进来了几辆牛车 你们这到底是什么牛什么车呀,怎么拉得动这六七千斤的冬瓜呢 而夏安如则说,他们这牛啊,从小就跟别的牛不一样 这牛和他母亲的奶,差点把母牛给喝别了 现在一顿能吃三个冬瓜 这冬瓜,就是为这牛种的,主要现在这牛改吃白菜了 所以,冬瓜就便宜卖了 菜饭看着一本正经的妇女俩,赶忙付了钱 带着几辆牛车,转身就走 还没走几步呢,就听有人在身后喊他 哎,拉冬瓜呢 您还晓得可是要这冬瓜 我跟你说啊,这冬瓜是才从乡下送来的 新鲜得很,多放几天都不会坏 您要不要多买呀 你这冬瓜怎么卖啊 十五文一个,真正是劈啪价 你买的多的话,还能再便宜一个 我全要了 放心,咱们钱货气 这些人是你雇来的吧 一会儿直接送到咱们府就行了 咱们老夫人爱吃冬瓜糖 夫人便想多买些,给老夫人多做些 所以你就看到那两妇女把一车冬瓜藏进了吴明香 是啊,可是有一点比较奇怪 那牛车是他们租的 那冬瓜我也没见他们卖 所以 所以你没见到谁跟他们交易了冬瓜 是大人 上回是白菜,这回是冬瓜 他们到底是哪弄来的这些东西啊 而且,如果是他们抢的偷的 为什么你要偷那么不值钱的 偷点古董字画啥的不行吗 你,今晚 怎么,今晚咱们就去西 不是今晚,今晚你先把放家的那些冬瓜全劈了吧 如果劈开有什么意义啊,再回我吧 你说那牛车能拉六七千斤 你一会儿把牛喝车也都买了吧 五日之后,吃了一路沉灰的一行人 终于踏入了西州侠地 啥饿尼诺啊 是拉尼娜 你没觉得这才九月里 可风吹在脸上已经很冷了呢 拉尼娜 好吧,不管是哪个 总之现在就是反常的灾难性气候 非,非常正确 还好咱们之前买的粮食够多 免医我再多做一些吧 这灾难性气候 也不知道宿州会有多冷 几人正说着话呢 就听后头突然传来吵嚷声 哎呀,别拽了 这裤腿都给我拽掉了 哎呀,你可饶了我吧 我就这么一条裤子 沈泽,求求您 您给口吃的吧 您家也有孩子 您求求我家的孩子 都已经坐不通道了 闻声而来的下家妇女 和老姚家的一群人 往她手指的方向瞧去 就见弯道边的黄土里 躺着个五格一般的活人 这的人是人,也不是人 您发的是慈悲心 可对姚家人来说 或许是恶业 老大夫挣扎了两下 最后还是作罢了 呀,这怎么有冬瓜呀 哟,三个 不对,六个 爹,冬瓜 众人这会儿也顾不得 合理不合理了 热闹也不看了 呼啦啦全扑向了夏安儒的方向 胡扶在和氏腿边的那女的 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准备也去抢了试试 哎,我有个小的 给你孩子吧 那女的顿时又跪在了地上 说话就要磕头 别磕头,别磕头 冬瓜就当是你买的 你给我一文钱吧 我,我没钱呀 你有钱啊 瞧,那儿有一文钱 你捡了就是你的 那女子也不明白夏安儒的意思 她还是慢慢地跪爬到了 一文铜钱旁边 捡了起来 冬瓜,一文钱,给钱 一脸蒙的女人 递出了刚刚捡到的一文钱 夏安儒收下 放进了自己的绣馆里 咱们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对,趁他们没主意 咱们赶紧走 一行人到达下个驿站的时候 看着日头一偏息 夏兆锋直接就喊了大伙 今日便在此地休息 强子,带这几位去客房吧 你再给后院折腾个地儿 让这几位好停车 对了,好叫诸位知晓啊 咱们这儿的通付啊 一间是八十文 咱们这是先付钱 后住宿啊 什么玩意啊 你们这家儿不对呀 怎么的跟都城一个家儿啊 这位大人 驿站可是官办的 咱们一路走来 住的驿站也有二三十家了 除了都城的驿站 别地儿可没有您这样的 要是官家知道 这儿的事儿呢 您告到官府也没用 咱们西州呢 是渔王封地 您呢是个过路客 不知道 那我就不怕跟您直说了 咱们这儿的驿站也好 凉税捐税也罢 就都是这样的 这事儿还真不是官府能做的主的 不过 若是您有官家的文蝶 军部的文书 那还是能便宜的 您有吗 我没有 这不是明摆着波学民之民高吗 西州都已经这样了 那什么女王鸟王的 还不忘露钱呢 好气啊 再可气 还不得住宿 此时天色已渐暗 夏兆锋三步两步到的门口 就见自家众人围着俩男子 我真的是丢了文蝶公章 不信你去中州去都城 去吏部闻 我真的是 你没有文蝶公章 我也没法确认你就是官差啊 一会儿一城大人来了 会怪罪我的 你还是带着人 赶紧走吧 咱们哪还敢晚上走到啊 咱们才被抢了骡子和行李 好不容易保住了小命 你居然还把我们往外推 我家老爷真的是朝廷命官 咱们这会儿是去宿州复任的 哎呀对了 你若不信 明日跟我一起上你们县城 问你们县太爷 你便知道了 旁边老姚家众人 都齐刷刷的看向夏兆锋 而此时夏兆锋心中是有疑虑的 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 不知这位爷是遭了什么灾了 哎呀 自从进了这西州境内 就见这恶瓢满地 河床干涸 天地绝首 本官只觉得这西州百姓实在可怜 有人来我跟前讨要吃食 我便把自己的干粮都给了他们 啊 却不曾想 哎呀 我家老爷心善 却被那些灾民抢了包裹钱财 最后 他们还把咱们的骡子给抢了 老爷被他们从骡子上硬拽了下来 摔得半天都爬不起来呢 被抢走的包裹里 最要紧呢 还是那吏部的文书和官印 这会儿咱们也没盘缠回都城了 看到这儿有个驿站 就想过来接宿一晚 等到明天赶到最近的县衙 把这事儿告了关才行 是啊 这西州实在闹得不像样子 我不仅要把自己的事儿告关 还得把这里的情况上书到御史台 参着西州周末 一个不治之罪 呃 这 这个人看着 怎么那么像骗子呀 听到没 宿州去当官 说不定这人 以后就是管咱们的呢 咱们 要不要套套近乎 正在夏兆峰纠结之时 义承回来了 他听义族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一说 便直接走到了常山男子跟前 像你这种人 咱们这儿见的多了 没钱却装大爷 没文蝶敢冒充官差 胆挺肥啊 赶紧滚 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放手 我家老爷是你能推的吗 知道我们是哪家的吗 呸 哪家都没用 咱们这儿 一任文蝶官印 二是就任前 没有就滚蛋 你一个小小议程 也敢在这儿作为作福 本官今日是丢了官印文蝶 那也是因为你们周末不作为 让百姓流离失所 实不果腹所致 走 这会儿 就带我见你们周末去 见周末 你也配 还不敢人 赶紧呢 哎呀 有话好好说 不管住不住的起殿 这要赶客 也不能动手不是 你 你管那么多闲事啊 李老师啊 今日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了 要住店 可以 要么交钱 要么交文蝶 我这么做 一点错的地方都没有 你们告到哪儿 我这个理都站得住 咱们明日不是要去县城 瞧瞧吗 咱们虽不知道周末在哪儿 但是知道最近的县城 怎么走 要不 二位明日跟咱们一起走 对 要不然你们明天跟咱们一起走吧 今天就委屈你们 暂且住后院 咱们可以借个帐篷给你们 住后院也得给钱 实文够不够啊 不够这事我就不管了 你们啊 爱怎么吵怎么吵 那一成也怕烦 于是他点点头 便算是硬了 带夏兆锋去取了帐篷 给那主婆二人的时候 长山南还跟他做了异议 这位兄台 彼人行阳正式 郑志明 感谢兄台高义 啊 郑兄客气了 彼人海力摇式 啊 穷州 穷州夏氏 夏兆锋 穷州夏氏 是哪个呀 夏大爷 今日谢谢你的慷慨解囊 小的名叫熊二 我家主子 是行阳正式 熊二是不是还有个哥哥 叫熊大 天哪 怎么会叫熊二 怎么想的呀 你好 熊二 啊 我是穷州夏兆锋 这么说没错吧 啊 谢谢夏兄了 咱们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 明天见 所以 穷州夏氏 到底是哪门子的氏族啊 万一这俩是坏的 那肯定还是住外头 咱们略安全些 嗯 也是 咱们反正有安儒呢 关键时刻还能躲 要夹着大大小小那么多人 有个万一 老的小的都跑不脱 这行阳正式是不是跟狼牙王室那样 在这是世家大族的意思啊 还狼牙王室 姐 你的狼牙榜到底看了几遍啊 叫我说 这事就非常简单 这俩就是蹭吃蹭喝的 要真是什么世家大族的人 还是当官的 那肯定扑松一大堆啊 怎么也得熊大熊二 鸡鸡王子 光头墙全都跟上嘛 虽然又只带一个熊二的 哈哈哈哈 既然有熊二 那肯定就有熊大 弟 这回姐觉得你说的对 没有熊大这事不对头 哈哈 你和你们俩开什么玩笑呢 你们爹跟你们说正经的呢 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家以后 能不能好好的在宿州生活 都给我正经点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没错 对吧 就是啊 没有熊大肯定有问题 阿荣 我的意思是 之前孩子说的 如果这人真是做官的 而且是世家大族出来的 那就别说下人了 什么小妾婢女的 估计啊 都得带上一堆呢 就指一个蒲丛 的确看着不可信呢 那怎么办 要不又换你个安阳 在窗口轮流的值班吧 别到时候真是坏人 把咱们给洗劫了 我手上半夜 不过老姐的派了得见我 我晚上还得说官 就不陪你们了 你们聊 一夜过后 啥事都没发生 难道 他们真的是去宿州赴任的 不应该啊 应不应该的 一会咱们上了县城就知道了 县太爷认了他 咱们就赶紧的抱大腿 县太爷不认他 那我就让他出一文钱 送他俩东管 感谢他昨晚没抢了我们 也不算太坏吧 就是这个李儿 船道桥头自然指 现在不用想太多 走吧 别老是让爹娘他们催 一行人匆匆赶路 走了差不多有三四个小时 才走到了县城 一队长长的队伍 蜿蜒在街边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这队伍是排队买粮的 咱这县城如今粮价几何呀 今日说是有鲜米 两百亿斗 平日咱们买粗米是一百八亿斗 别的粮米也没有 可把夏兆风惊了一跳 要知道海力县哪怕欠收 精米也不过百文一斗 这粮价未免太贵了吧 朝廷难道没有赈灾粮发放吗 想屁吃呢 还赈灾粮发放 为了买这鲜米 咱们也是昨天夜里就来排队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买上呢 正说着话呢 前头就有粮店小厮来喊 今日粮食受庆了啊 明日赶早 瞧 你也又白排 那人说完 跟着人群就慢慢散去了 不知大哥家住何处啊 你干嘛 我告诉你啊 我家可有八个儿子 这都那么喜欢吹自家儿子多的吗 不是 咱们从南边来的 路上多买了些瓜菜 想着带着不方便 小点声 我都要了 有多少都要 行吧 那一会儿我来 你家在哪啊 于是那人便说 一会儿就在前头的巷子口等他 千万记得不见不散 夏兆风点了点头 秦华 你这是 我就在想 那人说朝廷没拨酒灾粮下来 可我明明记得 户部说拨了这西州周边 不下四个长平仓的粮诊栽 还有些民间的义仓 应该也是送了粮来的 粮呢 这西州是渔王封地 粮殿门口还有 秦华兄 你一会儿你到了县衔 准备怎么说服人家县太爷相信你啊 他可不想再公开场合 讨论什么王爷王八蛋 这个嘛 有些事只有官场上的人才知道 我说了 这儿的县太爷自然会知道的 行吧 看你这么自信 咱就且 潜信你一回吧 夏兆锋把人送到了县衙门口 就带着家里另外三人卖冬过去了 所以 没看到郑志明 连衙门都进不去 这样尴尬的场景 你这人忒不讲理 我并不想为难你 你只要去帮我通报一下 就说是郑志明来寻个方便 他肯定能知道我是谁 走吧 每天来求见县太爷的人 不说有百来个 那起码也得有二三十个 咱县太爷能个个都嫁吗 走吧 趁着还没挨揍 不是 我家老爷是有官身的 咱们这是去宿州上任的 那不挺好吗 宿州比咱们这儿还能好些呢 管老爷您走好啊 小的就不送了 昨日咱们路过西州 包裹行李都被抢了 这还不就是来打秋风 你们这些人 现在怎么都骗到县太爷头上来了 正说着话呢 鞋次里冲出来个人 趁着差役正跟郑志明说话 三步两步就跨进了衙门前堂 没多时 那闯门的人就重又被扔了出来 你他妈找死啊 衙门都敢闯 求求你了 差役 我是大甘子乡的钱富贵 前些天跟县太爷吃过饭呢 我还买了个原味呢 你让我见见秋县令吗 我家前几天被栽民 别在这吵吵 现在爷忙等啊 不在 还有啊 牙柴说到一半 又见旁边来了一群人 你们干嘛呀 谁让你们聚重的 都给我散开 怎么 走一块都不行吗 牙柴立刻喊了一声 从衙门里出来一队人马就挥着棍棒开始驱赶人群 哎哟 大人 可千万别冲动 一会儿被那帮人打伤了 咱也没地儿说理去啊 别拉我 我就不信了 哪怕我是个寻常百姓 这衙门我还进不得了 哎呀 您行行好 可别说了 一会儿再被听到 可得不到好果子吃啊 可郑志明看着前头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群 直接开骂了 王八蛋 喜周周末 你有胆子给我出来 姚老八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捂了郑志明的嘴 让儿子给他捆了个结实 老姚家也算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城门口 哎呀 买到粮了吗 哎呀 根本没点儿买去 不过 爹放心 咱们车上还有四五斗百米 当初路过扬州的时候 多买了些 咱车上还有一缸子粗面 这梁估计撑到宿州应该是够了 外婆 我今天得的 你给我一文钱 安如 咱能不能打个上两 哪怕你捡个南瓜也好啊 不要 我希望下回能捡到桃子 老听爷 你听到了吗 桃子好 咱家以前后山上有棵茅桃树 虽然那桃不甜 但是水分多 吃桃 吃桃 我也要吃桃 桃子吃人吗 叫你别吓孩子 瞧把古语吓的 桃子有啥好吃的 酸就酸了 吃了身上还一咬 呀 怎么还绑了个人啊 怎么是郑大人啊 这 怎么还绑上了 姚老八便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 把事给说了 啊 暗号都没用上了 青花兄啊 我给你松绑的话 你可千万别再骂咱小老百姓不该骂的 可好 哎呀 郑大人 不是我存心要绑你 实在是刚才那情况太乱了 你一瞧啊 就是个好官 可好官 咱也得先留命啊 才能给百姓声张正义不是 我老丈人这话说的没错 咱先得确保自己的安全 才能跟黑恶势力斗争 不然这黑恶势力还没倒 咱们自己先巴搭了 这不是白死吗 被松了榜的郑志明 虽然气得要死 可细想想 这两人说的也没错 夏兄说的对 咱们得先自保 不过我就带了那个一点都不忠心的夏日 接下去一路上都要靠你照应了 我不忠心 我不忠心就不会跟着老爷爷到这了 郑大人 您别灰心 这一路上咱们遇到的衙门还多着呢 不必了 我已经不相信西州官场上的所有人了 但我到了宿州 定要好好参赏他们一班 所以哪怕现在他们追着我给拍 谈谈我也不会吃这鸡来之食 姚老爹 咱们这一路还尝着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虽然我现在手上没钱 但是你放心 到了宿州 我肯定会把钱给你补上 所以吃人家的是鸡来之食 吃咱们的就不是 这人怎么看 这人怎么看 怎么像是骗子 想骗咱们啥呀 骗咱冬瓜 骗吃骗喝嘛 这一路到宿州 卖两钱可要不少 到时候他到了宿州 拍拍屁股跑了 咱们报官也没用 人家也不会因为这点东西 就全程的追捕他吧 我现在说什么 基本就是口说无凭 这样吧 你们想想 有什么事是我能做 且你们需要的 我就用做工 换我的口粮可好 既然这样 咱们家还缺个教书先生 郑大人您 我可以 我科举是二甲前三 精识子及无所不通 你们要学啥我都可以教 咱们才开始认字呢 三百千都还没有开始教呢 这会儿才会十个数 和写自己的名字 呀 那这个可启蒙太晚了 这个地上爬的 现在开始倒是没关系 不是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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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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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外公 年龄覆盖这么全的吗 我想问问 你们都准备如何考学呀 也不畏考学 纯粹是想让大伙认几个字 哪怕以后买地 看个地气 做买卖看个商气 不都方便点吗 啊 也是 那 大伙都读到什么程度了 都一样 都只会写自己的名 我再强调一遍 安如王 你可能想多了 不想了 不想了 于是 他拍着胸脯 应下了此事 既然事已至此 清华兄 也不想多做停留了 那咱们就启程吧 这县城也没啥好待的 好 走吧 对了 这个给你 您不是被打劫了吗 这怎么还有 鱼图 居然是鱼图 而不是银票 郑志明吞吞吐吐吐 说是因为一路上都得用 所以藏得特别好 这才保存了下来 一行人继续上路 有了鱼图 夏兆风这个带路的速度 明显有所提升 三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一处 原本是驿站的落脚点 清华兄 咱这驿站也能倒闭的吗 不是说好了是国企吗 这个 也的确有管辖地 无法拨复驿站用动 驿站被迫撤离的情况存在 那现在怎么说呀 咱们要不把这大堂收拾收拾 今晚就站住这儿 夏兆风看着鱼图 夏安如也凑了过来 爹 离这儿最近的驿站 估计还有三十里 咱们走到那儿 也许就偏黑了 关键咱们也不知道 后头的驿站还在不在 行吧 那咱们就收拾收拾 一会儿把帐篷搭里头吧 领头老夏一声令下 大伙儿便忙开了 过了好一阵 天色渐晚 安阳 安阳 出什么事了 于大夫是出这儿了吗 三人只看到他身上背着个人 血腥味很重 是我们 什么我们 你是那个 那个那个 拿白菜的 齐震燕 你们叫我齐三就行 安阳身上背的是 那个那个 那个崔大人 哎呀 你们再聊下去 这人估计就得死吧 我也不用浪费药了 赶紧赶紧 送到帐篷里去 很快就把人送进了 他们临时搭的帐篷里 真是崔家的二儿子 应该没错 好 那崔二怎么样了 估计不太行啊 咱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昏迷了 那个齐三 就是都城齐家的老三 齐震燕 他爹是礼部 我问的是齐三吗 问你崔二呢 啊 齐三说他种的是火冲 昏迷前已经大量失血了 什么是火冲啊 火冲就是 哟 吓我一跳 你们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背后的 他说齐三的时候啊 不过火冲是啥呀 这毒很厉害嘛 怎么我看安阳身上 都被血给浸透了 火冲是西洋兵器 就跟拿在手上的炮火似的 点了火 就能砰一下发射 砰一下的火炮 姚家人也都没见过 他们只能似懂非懂的 哦了两声 哎呀 不行 我得瞧瞧去 啊 大人 等等吧 于大夫这会儿正紧张呢 咱这大夫可不是什么神医 一会儿看不好病 他会讹人的 这都是什么草台班子 此时帐篷里的崔承云 的确已经到了万分紧张的时刻 于大夫 怎么办 这鞋好像止不住啊 要不然 截肢吧 这是人手 又不是鸡翅根 怎么能说砍就砍 不行啊 崔大人还得领兵打仗 不能砍手 那你说 这鞋怎么止住吗 你跟你儿子先出去 你们俩在这儿 这空气都被你们吸光了 赶紧出去 别影响于大夫发挥啊 咱们要相信于大夫 他可以的 于大夫 您是想到什么好法子了吗 没有没有 你这玩可别瞎说 我再回忆一下 止血的针法 行了 可以了 我下针了啊 说完 手起针落 而后 那胸口的血 依旧还在往外伸 别急别急啊 我再来两针 慢慢来 咱们想好了再下针 崔大人可以的 崔大人 也不是特别可以 咱能抓紧点 就尽量抓紧点 帐篷里头 面对崔承允的伤势 几人都很是紧张胶着 而除了帐篷的下家父子俩 也瞬间被姚家人围住了 里头啥情况了 还在石旧 暂时还没看出来 太大的好转 忽然 夏兆峰被不远处的一小滩血迹给吸引了目光 崔大人 一路都是流着血过来的 可不是 您看我背后 都被血水给浸透了 你把衣服脱了 然后烧掉 哎呀 多可惜呀 爹 这回听我的 你们别念书了 进到屋里去 双五啊 你弄几根木条子 把门窗修补修补整齐 孩子都看好 别乱跑 快去 安阳 去车里把你姐姐的灯带上 跟我走 听夏兆峰如此安排 姚老八他们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何事叮嘱了几句下家父子千万当心 便带着孩子们进了屋 哎 哎 你是不是要去抓什么人呢 我也去 护好你家主子 我们去去就来 父子俩扛着铁锹 沿着夏安阳他们之前回来的路径 往枯树林子里走去 哎呀 你这破孩子 拿的这灯也太小了 那可不得拿小点的 大的太亮了 万一有啥情况 咱们就暴露了 更何况 好使得都被我姐收到空间里了 她还说要卖钱呢 到时候万一丢了 她得剥我的皮 嗯 也是 这太阳能灯 估计值不少钱呢 对了 爹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你说 就是 你看啊 这夜黑风高的 咱们这个灯 又跟个鬼火似的 瞧啥都不仔细 这血迹 可能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爹你啥意思啊 难道让我 滋尿啊 这几天喝水少 尿可能也没那么多 胡说什么呢 谁让你滋尿了 那不然你说什么血迹处理不干净 咱们也不没水吗 要不然我现在回去 让我姐弄点她的水出来 这样啊 咱们等一会儿 把这的血迹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就往反方向去 边走 咱们边往地上滴点血 万一有追上来的人 也能误导他们 咱们也没带鸡鸭啊 什么的 血哪来啊 夏安阳看向了老爹 而老爹呢 只是静静的冲他笑 爹 我是你亲儿子吧 儿子 我是你亲爹吧 两人是一路清理血迹 一路压着声争执 最后决定 两个人 一人放一半 你这破孩子 我算是白疼你了 哎呀 爹 我问你 今天要是跟你一起来的是姐 你会不会让我姐放弃啊 夏兆锋愣了一下 才想说话 就听夏安阳又跳脚了 看看 看看 偏心眼子 不是 你一个男的能跟你姐比吗 男人嘛 就是要只流血 不流泪 那您一个人流吧 我不是男子汉 我是个小男孩 恶不恶心 哎呀 不行啊 创伤太大 这血一时三刻止不住 可血再止不住的话 恐怕啊 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他 崔大人都是为了我 才挡的那一枪 要不是崔大人 我此刻就是个死人了 于大夫 咱们上回路过扬州的时候 不是还买了不少药材吗 您能不能再试试口服草药 嗯 要试的 方子我已经想好了 马上就去抓药 让大料煎了灌下去试试 不过 我话说在前头啊 虽然他这个出血少了些 但是一直止不住 我再多药下去 也只是拖点时间 实在不行啊 还是得找外头医馆 找好的大医馆 他们呢 或许会有法子 头包倒是有 可那玩意儿也不止血啊 不对 娘 我出去一下 夏爱如突然想到了什么 也不等姚蓉答话 就冲出了帐篷 到了车厢里 他又着急忙慌的进了空间 在药箱底部翻到了一瓶 六瓶装的云南白药 果然有 很快 夏爱如回到了帐篷里 着急忙慌的干嘛去了啊 您抢 拿了这个 云南白药 这药粉不行啊 到了伤口上就没了 甭管有用没用 先上试试 云南白药 老夫倒是没听说过 云南那儿 羊骨的苗衣多 乌衣也多 他们那儿倒是确实有很多咱们见不着的药啊 那试试啊 别愣着了 别急 咱们这会儿先不上药 先服这个 说着话 他把药盖里的小红丸给倒了出来 这又是啥呀 这是这药里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 喂 赶紧喂啊 这个叫保险子 这药跪就跪在这一粒上 据说可以治血崩 姑娘别解释了赶紧吧 你看大人都睁眼了 大人 你怎么睁眼了 不会是灰光返照吧 大人 这药咱们也没吃过 只是听说可以治血 您要试试吗 好 多谢 说完 崔大人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夏安如从善如流的 把小药丸给他怼了进去 别怕 生死 自有天命 说完 便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既然都喂了一颗了 夏安如觉得不如再来一颗 于是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晕了 她直接开了瓶心地给人塞嘴里了 那什么 你们这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我跟崔大人是去办案 结果发现了重要线索 然后被人追杀至此 追杀 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放心 来人在半路上就被我们解决了 一时半会儿估计也不会有人追上来 怪不得刚才外公说我爹带着铁锹和安阳出去了 估计是去掩盖踪迹去了 安如 好像这血真的没再出了 于大夫解开白布一看 好像 倒是好像也不怎么出血了 这药可以呀 安如啊 那药粉能不能给老夫试试啊 好 您尽管用 我这还有一瓶 谢谢夏姑娘 等崔大人醒了 我定不忘告诉她 你的救命之恩 不用谢不用谢 大人能吃血就行 哎呀 别高兴的太早 这止血才是第一步 这么大的创伤 里头还带着火药 后头怎么过了窗阳 这才是关键 我有头包 不过 好在咱们路过扬州的时候 药备的足 高价的药物也买了一些 都是夏姑娘花的钱 你们呢 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夏姑娘 好了 你们先看着她 夏姑娘 你这药粉里除了三七 还有什么呀 夏安如自然不知道 她摇头说 这是密药 黑方成迷 没事 我大概能猜出个七七八八 一会儿我再加点药粉进去 回头再来给她服药 与此同时 往破驿站反方向去的父子俩 已经滴滴答答 走了大约差不多三四里地了 爹 差不多了吗 咱可说好了啊 明天遇到卖猪肉的 咱得买肉吃 行 给你买 伤口你自己先包扎一下 咱们把这些刚才钱的树枝 往前头扔 扔完了就回去 两人就这么处理好了踪迹 正想往回走的时候 看到远远有火光朝他们这里来了 两人找了个枯木丛 静静地蹲了下来 头儿 血迹往前面去了 走 继续追 那人伤势中 哪怕跑 跑也跑不了太远 父子两人听声音 觉得人已经走远了 这才慢慢从枯木丛里走了出来 两人到底是腿长 一路跑回去 也就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爹 安阳 你们这是被什么东西追了吗 有追兵 感觉不是擅长 姐 那崔大人醒了吗 他到底惹什么祸了 没醒 不过血是止住了 具体估计涉及到机密 他们也不好多说 只说是发现了什么人的秘密 所以被人追杀了 可不是说来的人都被他们解决了吗 怎么还会有人追杀他们 那哪知道啊 可能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大了 得罪的人全是也很大吧 三人正说着话呢 就见有人出了那驿站的大门 安阳 赵峰 你们回来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回了 没事 就是刚才天黑 差点认错道了 爹 走 咱们进去休息吧 一会儿我得把门顶上 咱们在那枯树林里 好像还听到了狼叫 还有狼啊 那是得小心些 这狼啊肯定很聪明 不然这都缺粮成这样了 怎么还没被吃掉 双五 双五啊 别睡了 起来把门窗加固下 可怜双五才睡下 又被揪了起来 加固门窗 天光微亮之时 那些人没找着人 倒是没连夜排查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儿也不是就这一个一阵 你要排摸 起码得查方圆十里内 所有人户 现在人户再怎么少 百来户总是有的 按照齐三的说法 他们查的事 肯定是还没暴露出来的事 如果说 真要查方圆十里内 所有人户 还是半夜三更 那没事都会被传成有事了 更何况是真有事 那不对啊 既然这西州 是渔王的封地 这最大的就是他了 要真是他想找人 弄出多大动静 最终还不是抱到他那儿 肯定不是啊 除了藩王 这里还有周牧 次使 都尉 官员众多 更有各县县令 你能保证 各个都是渔王的人吗 那咱这最大的官是啥呀 当然是丞相啊 你知道 咱们如今的丞相是谁 达还没说出口 就被一阵敲锅声打断了 吃早饭了 赶紧的 先倒先去 后倒没有啊 崔大人 你吃点吗 不 他非常积极热情地表示 要给崔大人 喂点冬瓜粥吃 一切收拾妥当 一行人即刻出发 也没走了多久 弯道前头 却排起了队 前头有官权查人 爹 安阳 快跟我来 父子俩急忙停了车 朝女儿招手的方向跑去 车里的崔承云 因为高热和严重的外伤 从上车到现在 就一直在浑水 容婶 咱们如果会连累你们 我可以即刻背着崔大人走 放心 没事啊 你一会自然点就行了 唉 算了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人 该就还是得救 后头跟着的姚老八 发现前头的车厢停了 便上来问情况 没事 外公你们一会儿别说话 也别紧张 我爹跟安阳 在渔途上发现一条密道 他们按照密道走 一定不会出问题 咱们过了这河茶的卡口 一会儿再集合 啥 那要是一会儿过了卡口 他们找不到 咱们可怎么办呢 您老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爹的能力 您还不知道吗 行了 您赶紧回去 别引人注目了 您稍微等我一会儿 咱们继续走 不是啊 你爹和弟弟走了 你们这车厢 放心 我可以的 我来 我来帮忙 别动 一会儿坏了 你可得赔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车厢 这是我弟亲手做的 行了 一边待着 我马上给你看看 我到底行不行 说完就再次钻进了车厢 对不住啊 我也不知道 你吃了这个会怎么样 但是现在也是没办法了 只能让你回光粉照一下了 说完 夏安如直接给人 灌下去了半碗水 行了 半碗够了 这会儿好了 到时候再醒过来就 好 然后拿着简单的化妆品 咔咔咔 三下五除二 把这人眉毛给加粗了 别说 这崔大人可塑性还是不错的 三下两下 这人看着就不太一样了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们三个车 在路边差不多停了有十来分钟 喂 干嘛呢 哎 来了 官爷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敲前头排队呢 就像弄口水喝 这就来啊 你们 录影呢 哎呀 官爷 咱们是一起的 说完 把一摞路影都递给了官差 姚峰平 是你吧 你是家主啊 这里一共是 十六口 上头写了 路影上写的是 姓名 年岁 体貌 从哪来 打哪去 离远点 路影我自然会看 不用你教 好好好 官爷 您慢瞧 我跟你说呀 这是我大儿子 闭嘴 一边呆着 问你 你再答 你到底是男是女啊 女的女的 民女是怕穿女装 赶路不方便 而且男装省不亮 咱们家又穷 所以才穿成这样的 你这算是 滚小市厅 妨碍办差 对 咱们现在西州啊 正在缉拿要饭 你这样呢 协议很大 乘业 都是这孩子调皮 小明给您赔利 这家到底是干嘛 怎么那崔二就好了 不会有什么巫术之类的吧 老爷 嘘 您可别胡说 崔承允 已经走到了下岸如边上 摸出一块碎银 直接塞进了那官差的手里 大人 咱们也不知道 您这要查验身份 不然肯定不能让孩子胡闹 女孩子家买 赶路的确不便 呃 您行个方便 让咱们过了吧 这银子虽然不多 但也是咱家的一片心意 银乔 为了到宿州 咱们半路上 把身够都卖了 如今只能靠手 拉着车厢 咱们也不容易啊 官差默默收了银子 这事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都够站好 我要查验身份 突然有一人 拎起手上的长刀 姚容吓得赶紧 把女儿护在身后 谁说要砍她了 我只是查验下身份 闪开 他用刀鞘挡开了姚容 然后又戳了一下 夏安如的左肩 夏安如乖乖站着 也没动 官爷 您这查验身份的法子 咱们还真没见过 官爷厉害 你是夏兆风 草民确实夏兆风 查车 开箱子 夏安如赶忙回说好 然后上车去开行李箱 检查行李 夏安如也没再怕的 你女儿是不是 说完 就用手指指了只脑瓜子 大人莫见怪啊 咱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人户 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出远 的确有点上不了台面 你们从南边关道来 路上有看到什么 行踪诡异之人吗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一路上偷鸡摸狗的人可真不少 咱们前头被人盯上 跟了三里地呢 这种算不算行踪诡异啊 这不尼玛是西周日常吗 我一个屁啊 这个不算 行了 你边上去点啊 夏安阳 过来 大人 在哪 你不是夏安阳 那差人看着画像 又开始比照 这年轻人眉毛也太粗了 粗的不正常啊 可是看录影 上头倒是的确说了 眉毛特粗 异于常人 这官差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这父子俩虽然体态 比较像通缉令上写的 但是样貌却是十万八千里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进车厢查行李的官差 也很快从车厢里头出来了 说是就一些破衣烂衫 于是老夏家就这么混了过去 谢谢 不客气 您的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 不过您之前 躺板板上说的话 没忘吧 没忘 这个给你 以后若有难事 可以来肃北军找我 远忙把腰牌 往腰风里一塞 那个什么 崔大人不知道 在肃北军是干嘛的 咱们要是真有事找您 万一看门都不认识您呢 我是肃州北陆军参将 先领肃北军机动营 机动营 打仗很狂暴的意思 参将嘛 我知道啊 看无数穿越小说 这里头多少 有点武将之类的官职 这参将啊 大概就是三四瓶左右的武官 很不错嘛 小伙子啊 崔大人真是年轻有为 那以后咱们到了肃州 这有什么事 可真的会来找您哦 在下若能帮得上忙 一定尽力而为 对了 话说两人同时开口 你先问 你先说 小姑娘 你刚才给我喝的是什么水 当然 如果不方便的话 不回答也可以 这个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不要跟别人说啊 嗯 你说 我爹 以前有点门路 您知道 他是穷州出身吗 就认识不少老乡 都去过海的那边 咱们家的确有些东西 是从外头弄来的 崔承远看着夏安如 那张一本正经的小圆脸 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但却也不点穿他 如今 朝廷对海货查得很严 还得让你爹以后省心点 早就不敢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崔大人提醒 不过崔大人 我爹弄来的这个药啊 粉啊的 很多也有副作用 不干了就好 副作用的意思是 嗯 这个是咱们穷州以前的说法 意思就是 试药三分毒 哦 这个我知道 夏姑娘不必担心 若有 呃 副作用 崔某也不会怪任何人 那就好 万一这人一会儿一睡不起 希望齐三 不要找他算账才好 安如你爹和你弟弟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他们出来 哦 对 咱们说的就是前头那岔路 一会儿停了车 我去找他们去 没走两三分钟 夏安如他们就走到了路口 鲫三 你跟着去 别 不用 我腿快 你一会儿跟不上的 啊 啊 他说什么 说我跟不上的 耻辱 齐齿大辱 哎哟 这种话说出来 很没有技术含量 很容易被揭穿的好吗 说完 他就要独自往岔路边的草垛子里走 后头的姚老八团队也都走上前来 说是不能让安如一个人去 多危险呢 都给我回来 让安如自己去 我 你咋比我闪害凶 放屁 我哪里凶了 我这是直爽 那什么 阿如说安如一个人去 就安如一个人去吧 横竖也是你自己的在 希望你心里有数 别让孩子出啥意外才好 我还是去看看吧 鲫三 守好这里 说完 他也不听姚容在后头怎么喊 话步就往夏安如消失的小路走去 可他往小路里走了好一段 却一直没有看到夏安如的身影 这里 夏姑娘的步伐 应该没有那么快 不会出什么事 他正想加快脚步 再往前探探 崔大人 你怎么追来了 怎么会 崔承允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刚才明明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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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是扯到伤口了吗 大人怎么也来了 你妈居然还站起来了 这又是为了人家水啊 这又是为了人家水啊吧 为什么我们走水起来人家还好好地躺着 这会儿就能满地乱跑啊 到时候再把人家整得一睡不起了 怎么整 喂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咱们在那草垛子后面躲着呢 刚才听有人来也不敢出声 就一直躲着 你瞧是您来了 咱们才敢出来的 可他们哪里是走过来了 他们是夏安儒大变活人变出来的 这人不怀疑才怪 能顺利会合就好 对对对 咱们要不走吧 还得赶路呢 其余三人接点了头 迈步就往大路上走 并且很快就跟大部队会合了 哎呀 还得是夏兄啊 人家说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我看夏兄不仅身材魁梧 这脑子也相当可以啊 居然能带着那么大一只儿子 躲掉那么多人的盘查 夏兄真是好本事啊 什么叫那么大一只儿子呀 再说了我也很有用的 行了 别找了 赶路要紧 于是 队伍又匆匆往前赶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听齐三一声低呼 崔承允直接倒在齐三身上了 奇怪 这脉象 怎么说 是不是 哎呀 别哭啊 要死也不是这会儿 啊 就是这脉帅 那就是这脉袭太奇怪了 是老夫生平从未把过这脉象 脉象时而有力 时而又显得虚弗 你们摸摸看他 是不是这把蜡是暖的 可那把蜡却是冷的 听了于大夫的话 夏安如倒是很好奇 才想伸手摸人 哎呀 摸什么摸 崔大人 也不是咱们能摸的 哎呀 也不知道个男女必有为 这破孩子 还当是二十一世纪呢 于大夫最后还是抓了几位药 让夏安如在车厢里 用小桃炉煎了 一会儿给崔大人喂下去 等崔承云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们这逃命小分队 已经离宿州不太远了 差不多还有两日路程 咱们就能进入宿州地界了 大人 您居然醒了 天亮了 大人 咱们都走了两天了 马上快到宿州了 您这伤口啊 还有身体啊 有没有什么不适啊 哎呀 奇迹啊 快快快 让老夫拔几个脉 大人啊 来 喝碗冬瓜水啊 众人听闻冬瓜水三字 立刻往后退了三步 实在是这冬瓜硬压出来的水 他们这两天 真的是喝吐了 夏安阳和姚家三条单身狗 已经忍无可忍 揪着三白出去找水去了 现在去抓鱼了 是去找水 小冬子是觉得 有水就肯定有鱼吧 双五大哥还得去找点木材呢 这不您坐的那车厢坏了 咱们一会儿得修补好了 明天才能继续赶路 对不住啊 我拖累了你们的行程 这个跟你没关系 是我弟之前在车厢里面上窜下跳的 搞得那大车轴都有些裂了 这一路垫下来是该坏了 还别说 这车坏的还挺巧的 早不坏晚不坏 偏在我们到了这庙之后 咔嚓 裂了 关键是啥 关键是 怎么咱们之前赶路 这天气也不说太好吧 但是也没这么大风沙 今天就偏偏到了这里 起了风沙 咱们才想着少个地方避风 这车却又恰好坏了 你们说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天注定 哎呀 这算啥天注定啊 天注定 咱们要吃一嘴的沙土 还是天注定咱们家的车要坏 真是怪不吉利的 哎 那三白还说去看风水呢 找水源呢 这人本来眼睛就不好使 这会儿外套都黄成这样了 他这还怎么看风水呀 瞧着吧 要不了半个时辰 他们几个肯定得空手而归 他们空手而归 说得好像你能得多少便宜似的 死老婆子 瞎嘀咕什么呢 说你好呢 我去煮饭了 晚上崩瓜中啊 每人一个 一队人马正愁着呢 就见大门口远远来了一些人 来的人看着有些推脚功夫 是 看得出都是恋家子 齐三 被喊了名的齐三 立刻捏住了腰间的长刀 挡在了门口 都给老子滚 这地方咱们砍中了 齐三单手扶着腰间的佩刀 也不答话 就这么站在大雄宝殿的门口 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人 崔承允更是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站在门口不动如山 哎 老子说话听到没 先来后到 你娘没教过你吗 哎呀 疯啊 咱们要不然把地方让给他们吧 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啊 您瞧那两位 像是要让地方的人吗 我去说 可没想到 瑶蓉还没站出去呢 就听外头有低沉的男生传来 哎呀 咱们是来办正事的 别惹事 那边上还有个小鼓楼 咱们先那里吧 哈 这些麻干什么呀 好了 都到这了 还惹事呢 耽误了贵人的大事 是砍你脑袋还是砍我脑袋 见人都走了 姚老八才探头探脑的看出去 哎 齐大人 那些人 干嘛的呀 走江湖的吧 看着也不像什么做正经生意的 嗯 不是正路上的人 崔承宇说完又深深的看了眼 正在进屋的那群人 哎呀 安阳怎么还没回来呀 可别给三白师傅给带迷路了 这 正跟着三白这半瞎找水源的夏安阳 突然打了个喷嚏 啊 天 啊天 三白师傅 肯定是我外公他们垫你咱们了 要不算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三白师傅 走吧 这风扇越来越大了 找不着水啊 回去啃头冬啊 也是一样的 你们相信我 那夏头山傲里 必有水源 咱们再坚持坚持 嗯 三白师傅 咱们已经跟你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了 更汗出的 我爸爸一会儿找的水都多了 我就想问问你啊 您真的是在找水 还是把咱们带迷路了 我看风水之人 怎么可能迷路了 前头那山傲里肯定有水源 你们信我 安盈 咱们都走到这儿了 要不就信三白师傅一回吧 那行 咱们驾到山傲啊 如果那里再没水 咱们得往回走了哈 哼 那不可能没有 没有 我急也给你们挤出两桶水来 用了不到半小时的功夫 五人就站在了光秃秃的山傲间了 三白大师 您老是怎么瞧出来这里有水啊 咱这一会儿还得回去呢 这不白折腾吗 你们听 除了风声在山傲里回荡 这四人 爷的是啥都没听到 您老能不能告诉一下 咱们要听的是啥啊 流水声啊 就在前头 相信我 哼 我信你个鬼 有没有他就这一回 咱们再往前找找 真找不到咱就回去了 几人这会儿 是真的连话都懒得说了 只一门心思 跟着三百往前走 走了差不多能有十来分钟 听 水就在前头 不用听了 我看到有青草 就在那石头缝里 在四个人奋力的刨坑之下 这土地的颜色 看着是越来越深了 怎么样 有水吧 这会儿咱们只能说可能有水 这地是湿了 但水还没出来啊 再挖吧 这一定有水 这石头 看我给它挪走 那破石头 纹丝不动 怎么样 水出来没啊 你真的确定这有水吗 都这会儿了 你们怎么还不信我呢 行 信你一回 三教 你跟我一起往外搬 四教五教 你们负责把石头往咱们这边推 都听我口令啊 好 好 夏安阳一声嘿 四人就一起发力 加把劲儿最后一声 要让开 夏安阳赶忙闪身 那大概有几吨重的石头 就从略显陡峭的山坡上滚了下去 怎么样 有水了吧 救救了 服手无量天尊 一定要有水啊 不然老头我没法混了 救救 往前 往前 跑 跑 三个舅舅被吓得不轻 一听夏安阳喊往前跑 腿就不由自主的跟着夏安阳跑了 风跑了大概能有五六分钟 远远瞧着 这山被他们挖塌了一个脚 您不是说保证有水吗 这要不是我海银快 我看咱们也不用找水了 反正到时候我就能吃上爹娘给我的祭品了 三白师傅 您不知道哪里找水 可以说不知道啊 当然 真知道也可以说知道 可是不能明明不知道 却说知道啊 那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应该是不知道 不应该呀 我瞧着这地方 的确是藏龙聚气的好地方 怎么会没水呢 这藏龙聚气跟有水有啥必然的联系吗 您老人家 我觉得还是跟我解学二胡吧 到时候卖艺 也比您看风水强 夏姑娘还会拉二胡呢 那可不 不然就凭我姐那僵硬的肢体 走掉到天边的歌喉 怎么过呢 呃 差点说漏嘴 啊 怎么大方无聊的时光呢 哎呀 您别打岔啊 现在不是说我姐 现在是说您这个专业度的问题 可三白能承认自己不专业吗 绝对不能够啊 他只含含糊糊的说 这地方应该是个好地方 没水 说明地气被破坏了 哎 是我错信于人呢 现在事已至此啊 又不能真的把这老头打一顿 这老头一看就不斤奏 一针奏出个好胆来 我还得给他养老送终 咱们再等等吧 等钱都没落实了再回去 虽然咱没取到水 也没找到修车的木材 还损失了三个水桶和一张渔网 怪不得老大个人了 还没找着媳妇 这可真会安慰人呢 虽然事没办成 但是咱们人也没事啊 也算是好事吧 那要是咱们没出来找水 是不是还不用受这惊吓啊 还不用受累 更不会有损失 五个人 坐了大概能有小半个小时 走吧 三白师傅 回家喝冬瓜水去喽 那什么 一会儿你要不爱喝那冬瓜水 我帮你喝 不爱喝也得喝 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喝老姐空间里的水 那还不如喝冬瓜水呢 起码人家冬瓜水没毒啊 也不知道那崔大人喜欢没有 五人小心翼翼的 走到他方的山脚边 夏安阳突然停下脚步 舅 你们瞧 我说有水了吧 不是水 这木头不错 咱们拿回去修车吧 是木头啊 这木头怎的还是修过的 能不能是棺材 你见过用一根棍做棺材的吗 那好歹不是都得弄成板板吗 有道理 于是两人一合计 直接把木头抬了起来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出来一趟 好歹也算是带了东西回去了 不行 看这天色 刚才那声响 也不是什么闷雷 我还是得出去看看 我也去 放心点 我现在体力好得很 不会拖你后腿的 二位留步 跟我换好药 我和齐三去 我们来去快些 去个屁呀 你才行 伤口也没结痂 这麦西也乱得很 一会儿在晕路上 还不得找人把你给抬回来 是大人 还是我去吧 我去吧 我凭这里抓蛇 翻山越岭走得多 也认路 此时 五楼里却走出去两个人 哎呀 别嚷嚷了 隔壁有人出去了 崔承云穿好了衣服 拎上佩刀 就往外头走 等我 齐三也跟着跑了 可跟着也要走的夏兆风 却被他拦住了 说 你得在这儿 哎呀 崔大人 你这万一 于大夫 放心 安如随身带着药 崔大人不会有事的 咱们怎么走 听刚才的动静 感觉离那庙不近 咱们再往前面瞧瞧 你二位 能不能听得出 刚才是啥声吗 能不能是火药爆炸呀 不会是火药 怕是塌方 这不一样吗 夏姑娘 你还行吗 不行你赶紧回去 这会儿回去 也就一小段落 他摆了下手 说自己没问题 二位尽管往前 他会跟上的 应该就是这儿了 那棵树 是刚才被折断的树枝 你在这里等着夏姑娘 我上去瞧瞧 大人等等 好像有人来了 崔承运抬头看去 的确看到有几个人 正在下山 你去帮忙 好吧 这是官邸 以及压死人 在众人下山之前 夏安如也总算是 跑到了山脚下 你没事吧 没事 崔大人 这 夏姑娘 看到我吐了 夏姑娘 你想说什么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爹 你先去找我爹 我马上就没事 姐 你怎么了 夏安如含泪抬头 就看到好大一只地 伴随着尘土 从山上飞奔下来 让让让让让 崔承运赶忙扯了一把 呆力当场的夏安如 你是人间大炮吗 不是去取水了吗 水呢 没水 神经病啊 没水你笑什么笑 那活着不值得高兴吗 虽然没水 但是我们也丢了水桶啊 夏安如一听弟弟这么说 也突然笑喷了 有什么好笑 没找到水 还丢了桶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 夏姑娘为什么那有龙兔 她到底吃了多少冬瓜 这是从人家车上现拆的 三白就把这事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说了 塌方 然后捡来的木头 可不是 不过 我总觉得 这木头有些奇怪 就是一时想不起来 怪在哪里 三白师傅 哎呀 您想不起来的时候啊 就别勉强自己 真的 不用太相信自己的 别说 这玩意儿我也觉得 好像在哪见到过 山上滚下来的 山上 哪呢 到底是什么山上 见到的来着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我自己想起来 我刚才有点 但是我还有一点 我自己想起来的 如果不是你